林书伟磊报15年婚姻签离婚协议。当年坚持嫁打17岁老公的她,半夜看到嫩媚传简讯说。 今年41岁的赖妈主播林书伟,在15年前嫁给知名作家蔡施萍,夫妻俩婚后遇有一女,感情十分甜蜜,常常出席活动,晒甜蜜家庭照,然而日前她却在媒体前公开承认,两人早已亲号离婚协议。 在结婚之前,林书伟是中天,三立等电视台的当家主播,外形亮眼,口调又好的她,是很多观众的梦中情人。 她随后遇上素由主播杀手封号的蔡施萍,被她帅气的外形和才学吸引,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假象。 蔡施萍当时已经是平面媒体的总主理,斯文帅气的长相和才华杨逸的天分,让她追求主播见无虚发,施萍一出手,便知有没有。 细数当年的前女友们,现在大多已经是知名媒体的主管。 如此受欢迎的蔡施萍,最后迎娶小17岁的林书伟,轰动不少娱乐圈,媒体圈的朋友。 不过据苹果日报报道,原本外界猜测,这对金童玉米的组合一定可以幸福一辈子。 谁知道林书伟却爆料,因为两人年纪相差太大几乎是妇女脸,沟通上的代沟可想而知,我节奏快,她动作慢,常为生活习惯性争执。 林书伟在媒体前透露,虽然很多人都觉得,修理家电之类的事情都是男生在做,但是每次等到蔡施萍起身来修理,就要等到天荒的老。 我钱粹自己动手,家里马桶坏了,灯泡灭了,变成我在处理,两人也为此争执越来越多。 有一次林书伟发现蔡施萍又食言而肥,明明答应她要做的事情却没做,让她气到当晚直接约好姊妹们到饭店开爬,不管蔡施萍怎么求救,林书伟都不理她。 两人最后甚至已经签好离婚协议书,只差没有到护证事务所办理,摆在电脑桌上,实时警惕自己,别再犯同样的错了。 原本林书伟觉得这种事情沟通就好,但没想到后来还发现蔡施萍 和女人传送爱慕讯息,今天看到你真的太开心了,下次可以吃饭吗?让她当场气炸。 她当时气到质问老公,没想到她竟然把手机锁起来,林书伟见状也马上自己的手机锁住,两人陷入冷战。 不过林书伟也不是省油的灯,她吃死老公怕麻烦,爱女儿的个性,绝对不会跟别的女人搞暧昧,更坦言蔡施萍 其实有些朋友婚姻触交,懂得引以为戒,洁身自爱。 这次夫妻俩结婚15周年,到台湾人比较少去的古巴度蜜月,想看看蔡施萍偶像海明威的住处。 蔡施萍还为了老婆,贴心送上商务仓,自己却搭经纪仓,连书伟原本超愧疚,想要跟她换座位,但最后却因为太舒服睡主,让她很不好意思,夫妻互动温度已久。 虽然曾经有无数的小争执,甚至闹过离婚,但是林书伟依然感性说,婚姻路上最幸运的是,跟老蔡,蔡施萍,到现在还无所不谈,除了是老伴外,也是她的良师一友,展现对老公的甜蜜感情。 实在婚姻中,谁没有过争执呢?最亲密的关系才会有最激烈的争吵,重要的是争吵完后,情绪抒发了没,事情解决了没,然后在一起牵手拥抱,度过下一个难关。